我们这样子委屈 我们为什么 我们要赢 民进党的人这一次 绿营的人这次要赢的心理 非常的坚定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民进党不是没有危机 它的危机是在潜在水底下 什么时候没办法出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一定会 在选完以后 到2012年之间 其中最重要的 这一边一国连选 如果这次选举 一边一国连选大赢 会造成民进党的另外一股 重要的势力 民进党会痛 怎么样 面对一边一国 一边一国自己本身也不乱 面临一个最大的抉择 跟民政进党维持这边的关系 现在是大民进党 就是说有的人是民进党 有的人不是 但是都是一粒名这一块 那选举选完 五都选完以后 一边一国 这一个现象表示什么呢 表示陈水扁的力量还存在 陈水扁在民进党的党中央 演戏人物 全部被清洗出去 如果一边一国 大意代表什么意思 民进党的党力 跟民间有很大的落差 那一边一国 下一步要怎么走 对民进党来讲 最好你独立出去了 你就做一个新的政党 民进党认为 谁掌控了党中央 谁就掌控了民进党 所以他根本不怕 一边一国会不会分裂出去 对一边一国要思考的 同样的问题 他要不要离开民进党 就是说他有的人是 是属于民进党 有的不属于 离开了 不离开民进党 在民进党里面 结果有号召力 在选举的时候 也能够牺牲到民进党的选票 所以两方面都碰到一个 大的难题 那这个难题会不会 发生冲突 在什么时候发生冲突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 蓝营的 我刚刚讲过 它的危机是显性的 中华电视协会 做了所有的媒体的评比 他说民事的新闻 是最党同法义的 完全是逆营的 这是他们第一个 他最人性 你在看那个政治学者 胡佛 他说第一流的学者 读不上电视 他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谢志伟 彭于宏 徐永明 何汉君 这些常常在电视的 有一个法国的学者 叫弘杜 他写过一本 关于电视的书 他说 现在的学者 现在的知识分子 一定要进入到媒体的独立 换句话说 法国的学者 是常常接受媒体法文的 而电子媒体的重要 所以他讲第一流的学者 为什么他讲这么没有常识的话 你说第一流的学者 不能够上电视 那我们要问第一流的学者 是不是也不应该写正论 如果我自己是写正论的 然后你写过很多这类的文章 所以我们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 我常常讲胡说有两种 第一种是胡子是假的 所以讲 孔子怎么说 孔子说 孔子说 最后他有了一段自己的话 叫做胡说 这一个是很骄傲的谦虚 可是胡说这个胡说 是真正的胡说 他为什么要胡说呢 他真的很急 这是我们所看到 刚刚我讲过了 所谓三合一敌人 然后告媒体 告媒体人 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 921的游行 多少人 姚立明说只有一万人 这不是我们讲的 姚立明讲的 921对不对 921的游行 11 国民党如果输掉三席 马英九的势力还在 我想会提问到一个马英九的五把刀子 如果他民进党赢了三席 马英九的势力还在 民进党如果赢了四席 我觉得马英九会面临到 最大的营重的问题 党主席的挑战 那就要开始 他唯一可以做 是四处大的行政权 来分享他的权力 所以我在想 三席的赢 四席的赢 不同的地方不在绿营 政府在南营 如果他输掉四席 中央可能马英九可能会奔盘 新的领导者可能会出现 所以他们的危机都是很显性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地图 我刚刚讲过 民党是比较理性的 真的玩 我相信大时候会考虑 三席算赢还输 三席 当然算赢 但是呢 我们也强调 你们的结果 无奈人讲 他一定提到2012年的选举 2012年的选举 民进党 都可以去选 只要他会赢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选后那些潜伏的危机 可能会辅到谈定上 那时候再做个大家 可能对于2012年的选举 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郭产空医师 到说 下一次的依法委员 不分区立委 我们是不是要花点力气 如果他把林卓润也摆在不分区立委里头 你们要不要去投票 我们要不要去投票 这些问题 潜价的问题 慢慢会浮现在谈定上 五度选择 这是2012年的潜少战 国民党不承认他是潜少 因为他 民进党也不愿意提价的问题 为什么 他要进去逐渐协议 所以整个策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但是林文雄 林毅雄前主席已经讲过 民进党前主席 他说 这一次五度选举是对马英九的不信任投票 马英九也不在五度选举 为什么对他是不信任投票呢 因为他的指涉是2012年 所以我们看 我最后讲一下 这个大话新闻 他的英文名字 就是解构符马 就是解马 解马 你现在知道马在哪里 现在的马 不是马是路 2020要争取那一条路 是怎样一条路 所以不是解马是解路 现在的选举一直到旋转 其实我们的选择没有结束 接下来就到2012年 这个中间有非常多变化 好 我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因为虽然身体不好 但是头脑非常好 因为他的观察力 他的分析力